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2月13日 拿玻璃迎波在即 周一凌晨,一甲继续进行 拿玻璃主场对阵恩玻璃 拿玻璃近期联赛表现有所起伏 他们需要一场胜仗来稳定军心 此番面对实力不如挤兑的恩玻璃 经济主场战斗力强劲的拿玻璃有力击退恩玻璃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经济一甲争标的争夺异常激烈 除了之前的班霸祖季稍微掉队之外 米兰双雄、阿特兰大和拿玻璃之间的距离都相当近 他们都将为经济冠军发起冲击 说回拿玻璃的情况 他们经济以巴联胜开局 前十二轮十胜二和相当强势 期间特里斯、梅顿斯、马迪奥宝列坦奴、祖安谢萨斯 祖云尼迪罗伦素和皮奥特、施连斯基等多名攻防大将状态极佳 球队在此期间攻防俱佳 不过从上个月底布迪竞敌国米之后 拿玻璃状态有所起伏 近四轮仅得一胜 上轮更是2比3汉负竞争对手阿特兰大 遭遇了经济主场的首场败仗 拿玻璃联赛急需一场三分回到正轨 除了上轮主场输球之外 拿玻璃经济主场战斗力强劲 前八场赢足六场 而且得失球比位17比5 此番面对中游球队恩玻璃 拿玻璃有力击退对手 阵容方面 后卫卡列杜 高列巴尼和前锋玉托奥森汉等人 因伤无法披甲 作为中游球队 虽然恩玻璃实力不算强劲 但他们足以能够轻松留在一甲征战 目前击23分的恩玻璃远离降班区域 球队处境相当舒服 惬意 恩玻璃不善于打硬仗 经济七场败仗多数都是败国米 阿特兰大和拉素这些竞旅所赐 此番迎战另一支竞旅拿玻璃 恩玻璃好难有运行 另外 恩玻璃最近六次各项赛事对阵拿玻璃输足五场 球员心里同样处于下风 由此可见 各方面都不占优势的恩玻璃此行者几在所难免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感谢观看